这些天,美国的CPI数据新鲜出炉,12月未计条CPI同比上涨7%,创1982年6月以来新高,12月未计条核心CPI同比上涨5.5%,创1991年2月以来新高,12月核心CPI环比上涨0.6%,创2021年6月以来新高。 这几个数据的区别这里不做展开了,大家只要看到这多个创新高,就知道美国当下的通货膨胀水平多么惊人和严峻。 我们多次提到美国为救市,而放的1万亿又1万亿美元的水,这些天文数字已频繁到让大家麻木了,美国也依靠世界货币的便利,一波又一波地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,透支霸权的嘴脸也让大家麻木了。 美元的贬值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。 通货膨胀导致美元贬值的当下。 美元潮汐收割阴影始终在全球人民头顶徘徊,我们对此该如何看待? 请大家擦亮眼睛了。 美国的大通胀将是本世纪上半叶,最值得观察的一次油货币财政政策。 对一个大国新形态问题做出深远影响的重要节点。 上世纪的能源供应链危机,美国也遭遇过一波高通胀滞涨。 1970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叠加油价暴涨。 美国的恶性通胀开始了。 美国物价综合指数CPI一度大涨至15%的高位,导致许多人日常生活成了问题。 与此同时国际油价的上涨导致了大量工厂无法运作。 经济陷入停摆。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面临着失业和贫困。 美国当时采取的方式是紧缩货币。 抬高无风险利率。 以打压市场对比虚品的资金吹捧热度。 然后通过减税加削减政府开支促进投资。 提高研发投入。 提高大学、企业等研发人员待遇。 之后辅助以对中东国家的控制。 美国终于度过了那次通胀危机。 并且靠着内在和外在努力让能源价格垂下去。 将苏联的外部收支打爆。 埋下了这位能源出口大户崩溃的伏笔。 可如果今天美国人最终决定做科州求健的蠢势。 那么将是我们的重大利好。 在互联网上流传这样一种构思。 吉美帝等到中国的债务泡沫吹得够大之后。 主动加息刺破自身泡沫。 采取紧缩措施。 吸引美元回流。 从而达到收割目的。 这就是最标准的科州求健。 基本上就是赵班里根时代针对苏联的阳谋。 重新套来一下弄出一个对中版本。 但这种阳谋如今已经严重过时了。 包括土耳其里拉崩盘。 一堆人跳出来说什么美帝收割土机。 可事实并非如此。 是土耳其政府在自己收割民间美元购买力。 华尔街虽然吃到很多土耳其的高锡。 但一个不胜可能就是本金拿不回来。 原理很简单。 土耳其向国内借入里拉。 向外获取美元。 如今货币易贬值。 那不是可以少还国内的钱了吗? 这其实是在收割本国居民的外部购买力羊毛。 另一方面贬值还促进了出口。 促进了本地商业活动。 爱苏丹是不傻的。 如果真的要割土耳其羊毛。 绝不是最近就可以做到的事。 势必要爱苏丹倒台。 美帝扶持新的。 愿意走西方秩序的政府上台。 然后按超低的汇率价格给土耳其的西方债主们。 收购土耳其的各种资产。 但是现在借了大笔美钞给爱苏丹的机构。 又有几个能活到那一天呢? 所以土耳其里拉的贬值和美帝歧视关系不是很大。 是人家内政原因。 土积一直这么走位风骚。 我们现在回到美帝身上。 可以说美帝如果还望想用里根时代的策略复刻。 是一定不会取得同样效果的。 首先强势收紧货币。 高无风险利率政策是目前的美国无法长期承受的。 这也是为啥大家看到美联储总在嘴炮加息和紧缩。 实际上缩个购债规模都颤颤巍巍的原因。 表面上看逻辑似乎可以闭环。 货币紧缩,高息环境,国际热钱回流。 加税征税,产业链回流,完成危机摆脱。 但目前美国人遇到的通胀快速上冲。 并非全部由货币超发引起。 要论货币超发的力度。 美国也不过是疫情以来才开始追赶欧日的水平。 根本原因在于供应链失能。 既见老化。 美国人消费量又大于欧日。 贫富差距也大于欧日。 而且欧日含许多国家在做一般工业产成品加工上。 保留的供应链比美帝多。 工作岗位也多。 要是照搬里根模式。 你推高无风险利率。 固然有热钱回来。 但本身这些年美股已经吸引了大量国际热钱。 一旦无风险利率推高。 美股避崩无疑。 到时候了不起热钱集体跑去买债券。 但美帝若主动拉高全球无风险利率。 自然带动着中日韩欧盟和其他国家一起拉到高位。 而如今中日韩欧利率上涨的结果。 是美国根本难以承受的。 高利率对修复供应链可不是什么好事。 拿船运行业举个例子。 目前滚装船订单排对排的飞起。 可是出口商们面对那么多订单都不得不谨慎处置。 不敢随便扩产接单。 你再来个无风险利率,全球拉高几个档次。 资金价格变那么高。 我还能借钱扩产吗? 难道是吃错药了? 切记。 紧缩只是一致过热需求。 但不能让真实需求消失。 美国人还急需各种全球产品呢? 如果这些制造业大国利率上涨, 导致出口给美国的商品价格上涨, 那么就等于是把通胀输送回美国。 自食其果的必然是美国自己。 即使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, 没钱消费的美国人, 都能纷纷把口红和电影票房, 推上史无前例的销售额高峰。 欲望不会因为你加息就消失。 如果联储带头打响无风险利率推高战役, 那, 马仲日韩这些加工制造业的主要基地, 难道会发生金宁愿给资本家贴高锡? 也要继续扩产, 确保美国人用上物美价廉的物资吗? 这些国家同样也不傻呀。 其次美国如果试图用关税武器, 让部分产业链回流美地, 如今也不靠谱, 回美地重开大工厂大产线, 那不是一般的决策。 必须考虑深远。 心里有感称。 一算就算十年以上的趋势。 今天还是打牌的拜登。 下一届万一又是极右翼红博出个总统上来了。 一切大变样。 咋说? 哪怕很多制造业愿意回去。 可行性调研怎么也要弄个一年半载。 全职考察弄个一年半载。 州政府谈判。 联邦政府谈判弄个一年半载。 但是你美地的总统已经换了。 关税已经开始加了。 那么美地人民就会发现即使联储加了锡。 搞起了紧缩。 物价也降不来多少。 但是由于通缩环境。 自己的工作岗位那就是成千上万的减少。 里根上台之前的美地。 刚刚达到史上中产阶级财富, 占全国财富比重的巅峰。 换句话说就是帝国正在巅峰状态。 民富国强。 所以里根紧缩之后可以赢吃卯粮。 爆砍联邦预算、减税、补贴创业和研发。 现在美地中产财富占比杀不住车的往下走。 联邦预算大部分只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。 福利支出和国防。 拜登拿什么来模仿里根潮的措施。 仅仅依靠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走钢丝。 你把联储的大佬全剥了,也改变不了基本面的情况。 其实关键就在于美地的国之根本被俘是太多了。 供应链被一群跨国巨头掌握。 总之美,国人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联储不要轻举妄动。 紧缩不能大好快上,只能极为幅度的有序紧缩。 稳定压倒一切。 自就还得靠实业心帮。 指望调整一下利率就解决问题,那是痴心妄想。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,更有可能的是今年明年连出几波加息下去。 大伙做个过山车。 市场嚷嚷受不了。 一旦见到供应链稍有好转。 为保物价保CPI等。 估计马上又回归宽松。 如今美国就着水准。 如何实现美元潮汐收割。 美股在这个位置固然可以泡沫爆炸。 但你想想要是到琼斯先到4400。 再炸下来是不是更刺激。 不过我同样反对美地要王的过分乐观主义想法。 美地绝不会倒在欧盟前面。 要不也是情况更危如雷暖的欧盟先垮台。